中美贸易战升级 专家预测前景及美加税概率 分析师预测,美中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极微 而美国对额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关税的可能性,则由四成提高到六成 中美贸易战加剧,据几位分析师的预测 美中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极微 而美国对额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关税的可能性,则由四成提高到六成 中美贸易战升级,各界关注6月底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G20 峰会期间美中是否能销弩其舰,达成协议 不过,周一,6月3日,摩根大通,JP,摩根,和摩根市单利,摩根Stanley,的分析师告诉CNBC新闻说 从最近几周美中的互动来看,双方短期内几乎达成协议的可能 我的预测是不会有交易,看看双方目前的立场,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显著下降 中国,中国,中共,提出的谈判前提是相当特定的要求 摩根大通资产研究负责人詹尼斯 沙利文,James Sullivan,说 美国方面,则是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语气,而且是从总统到整个行政部门的官员,都是如此 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交易 沙利文,摩根是丹利新兴市场策略师乔纳森 加纳,Jonathan Garner,一直同样的看法 目前看来,既无可能达成交易 他说 2018年12月1日川习会达成暂时停火90天的共识后 美中高级官员展开密集谈判 美国并亮度推迟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提高惩罚性关税 有10%增加到25%的命令 不料,上个月初在外界预期美中谈判将达成协议前夕,中共突然要求撤回原新承诺,导致中美谈判陷入僵局 中美贸易战胞 中美贸易战胜级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 莱特希泽 Robert Ligfizer 及财政部长史蒂芬 母亲 Steven Knockin 表示 北京于5月3日给华盛顿传来一份密电 要求撤回原先的承诺 包括不愿意进行必要的修法工作 川普 特朗普 总统5月5日决定不再无限度地给中共机会 下令恢复原先的加关税命令 5月10日 美国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 从10%增加到25% 5月13日 美国展开对另外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关税 征求公众意见的法定程序 预定在6月下旬完成 5月16日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 阻止美国企业出口技术及产品给华为 高盛 高盛 Goldman Sachs 周一 在给投资人的报告中指出 美国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 惩罚性关税的概率为60% 高于其先前预测的40% 此外 高成与其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措施有可能持续到明年 川普总统周一发推文说 受美国关税影响 中国 中共 正在补贴 中期所制造的 产品 已持续向美国销售产品 许多公司正在离开中国 倒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以避免支付这个关税 美国没有看到成本或通货膨胀在上升 美国正在收取数十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川普此前表示 美中谈判即已达成95% 是中方要破坏这笔交易 5月30日 他说 美国在对北京的谈判中做得很好 还没有准备好要与中方达成协议 如果重新来过 中方不会选择撤回承诺 财长母亲 5月22日说 如果美中双方能够在此前谈判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川普政府愿意与中方举行新的会谈 周一 美国国务卫克 彭佩奥 Mike Pempeo 在荷兰表示 华盛顿正在应对北京数十年来的不公平贸易 求公平竞争的经贸环境 中共6月2日发布中美谈判白皮书 除了持续近期的恶言外 并将美中谈判破局的责任完全推给美方 称中共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 当天 中共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说明美中 是否会在6月底G20峰会期间举行川习会 请表示中方将派代表参加在日本举行的G20相关会议 5月初以来 中美贸易谈判破裂 贸易战升级 江派常委王沪宁操控中共文宣系统先细反美宣传 使中美对抗局势升温 尤其在美国川普 特朗普 政府下令封杀华为 以及川普、特朗普访日展示美日同盟对抗中共后 王沪宁又操控文宣系统掀起西土战舆论风暴 中国大陆西土主要分布在内蒙、江西、广东、四川、山东等省份 这些省份都曾是江泽民集团政治经济势力很强的地盘 曾庆红、刘云山、罗干等江派大佬的家族掌控大陆西土资源 伴随中美贸易协议谈崩 中国高层激战越演越烈 最近出现的西土战舆论风暴背后折射出的中共高层博弈因素令人关注